健身这么久,腿的变化是最大的 主要是体态的修复,练臀,以及普拉提的电伤瘦腿 尤其是理性身材,就从这三点着手 所以今天我们的训练就是第三点,普拉提的电伤瘦腿 我们先躺下来,来把腿支起来,脚尖冲向天花把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躺下,不要攻腰,让你的腰去挨住垫子 然后来,把腿打开到最大,在前面做一个交叉 然后分开腿,在后面做一个交叉 大腿内侧发力,尤其是打开向内收,你不要用惯性 刚才说第一点不是修复了体态吗 我有发过我自用的骨盆前期修复训练 我是8个月修复好的,中间不要断,天天做,跟练一遍就可以 然后就是练臀,但是理性身材 不要做太多爆发性的跳跃,以及太负重的训练 比如说深蹲跳,负重肩步蹲这一类 好,第二个动作,来稍微把骨盆后勤一下 让你的腰部彻底的贴落垫子 然后来正蹲车20下 这个就是尽量向上蹲啊,不要向前 向前蹲的话,练习到了就是我们的下腹 向上练习到的才是腿 你可以在臀的上部垫一个垫子 这样子的,来把屁股翘一点,腿就能蹲高了 好,正蹲了20下之后,来反着再蹲20下 手牢牢的按住垫子,不要让上半身以及腰和骨盆跟着动 然后来把两个脚对住,再向上蹲,训练我们大腿内侧 是不是向下向上的时候,大腿的内侧是有感觉的吧 OK,我们来侧过来 侧面的垫上练腿 来侧卧,上半身一定要治好 每一次都要强调啊,躺下就要核心收紧 骨盆放正,腿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上半身以及骨盆都要保持稳定 勾脚尖,上面的腿抬起来 然后绷脚尖,把上面的腿落下去 勾脚尖,绷脚尖练习到了小腿 上落下落,练习到了大腿的内侧以及外侧 肚子,骨盆,稳,不要晃 骨盆要始终朝向正前方 腿可以稍微往前一点点 好,然后把上面那条腿抬至于地面保持平行 与宽通宽 然后做一个前后踢腿 还是让腿勾脚尖绷脚背 这个什么时候勾,什么时候绷,无所谓 就是你一定要让动作流畅起来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腿不管你前后移动的幅度有多大 骨盆都要保持稳定 下面的腿可以稍微拳起来一点儿 上面的腿顺时针,画圈 20下,盘子大小就可以 上面的腿顺时针,画圈 20下,盘子大小就可以 好,然后来把上面的腿支到前面来 然后上半身抬起来 我们来训练一下下面的腿的大腿内侧 大腿内侧发力上抬 上半身骨盆核心稳 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你下面腿的大腿内侧 接着下面的腿顺时针,画圈 20下 还是要大腿内侧发力,脚尖放松 好,翻过身用同样的动作训练另外一条腿 首先侧握就要把上半身保持住稳定 核心收紧,骨盆放重 然后我们腿不管做什么的动作 骨盆以及核心都要保持稳定 不要跟着晃来晃去的 所以像普拉提的任何训练 就比如说今天它虽然是一个练腿的 但是它每一个动作其实也能练习到我们深层的核心 深层核心训练不就是各种静态保持吗 我们做这个拳筹你的核心就要一直保持稳定 不就是在练吗 下面的腿可以伸直 也可以稍微弯曲一点 我们主要练的是上面的那条腿 然后来上面的腿前后滑步 是不是要非常的流畅 但是不要抬得太高 与地面保持平行就可以 然后来顺时针画20圈 然后来顺时针画20圈 放松的主要是侧臀以及大腿外侧在发力 然后来把上半身支起来训练一下大腿内侧 注意力全部放到下面那条腿的大腿内侧 用它来发力上排 然后再画圈20下 这一套训练做完了可以不用拉伸 因为普拉提就包含了拉伸 但如果要是你配合一下泡沫轴的腿部拉伸 效果就会更好 那个我有出过单独的视频 下转了